字幕後面 OK 現在看起來是開始錄了啦 OK 現在 OK 所以現在就是 我們用ZOOM F3的聲音 OK 所以你現在聽到就是ZOOM F3 這個收音機目前錄到的聲音 那應該是聽起來差不多啦 因為我沒有 現在目前這個就是我們Zoom F3 這個超級小迷你的收音機 錄音機 OK 所以你現在目前聽到的聲音 就是錄不到我們的Zoom F3 這個迷你的錄音機裡面 那應該是聽起來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做任何什麼浮誇的東西啊 什麼忽然大叫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上面完全是沒有給你任何game 可以讓你調整的 因為它是錄32位元 32位元就是你完全動態範圍就是這麼寬 你完全不會peak 永遠不會peak 也不會太小聲 雜訊太多 就如果你講話很小聲很小聲 或是你需要把什麼很小聲 假設我現在沒有任何game可以調整 但是我忽然想要聽一下我電腦風扇的聲音 我就可以把聲音直接拉起來 就可以直接聽到電腦的聲音 所以我就是不需要去調整那個game啊 不需要去調整說 我需要去錄那個很小聲的聲音 我要把game拉起來 這個東西就完全成為歷史了 那上面它只有兩個放大鏡 放大鏡就是在32位元這個框框裡面 那你如果聲音很小聲 那通常就是那個波形很小嘛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放大鏡去把它放大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波形 我用這個螢幕來解解看 像 那這上面完全也沒有讓 這完全沒有辦法讓 這完全 所以這上面這裡只有一個放大鏡 就是可以讓你看你的波形 讓你確定就是 參考一下 你看看到底有沒有可能 麥克風沒接好啊 或是怎麼樣 有奇怪的波形 那不然這個就是 參考用的波形 因為你所有聲音都錄進去的 那這個波形就只能放大縮小 這也完全不會影響到你 到底錄進去什麼 因為它永遠都是錄32位元 它只有那個 取樣率可以改變 那位元率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32位元 它沒有辦法錄24位元 這樣子 還蠻酷炫的啦 然後 所以我現在講話 可能講的比較小聲 那波形比較小 那你想要仔細看一下 我們波形就可以放大一點 我們的波形就變大一點 你可以仔細去觀察 那你如果錄一個很小聲的 假設我現在要錄電腦聲音的話 電腦風扇聲音 我就可能完全不講話 這個波形就非常非常小 那如果我想要仔細去看這個波形的話 我可以放大放超級無敵大 1024倍 你看這個電腦波形就直接炸開來 變得比較大 比較可以看到我們的細節 就是你可以用眼睛去參考 這個你錄到聲音的細節啦 就是你可以用視覺跟聽覺同時去派上用場 因為你如果錄到一個聲音 可能就是這裡忽然有一個波形 那你可能沒有聽到 但是那個波形可能是一個很低音的 還是幹嘛的之類的 你就可以用視覺的方式去看到你的音訊 出了什麼問題 可能麥克風沒接好還是怎樣的 那你也可以同時用耳朵啦 就是兩個可以一起用 那你就只需要仔細去聽你 到底想要錄到什麼 就是監聽啊監聽耳機 聽你到底想要錄到什麼 你不想錄到什麼 有沒有不小心被錄進去 那你可以趕快去處理 而不用在那裡去調整 噢Gain啊 噢我的Gain啊要peak了 哇賽太小聲可能雜訊會很多 這種問題成為歷史 阿神 剛剛設定裡面有看到一些比較酷炫的東西 就是在這裡的煙燻 你們現在在這裡的煙燻 還有更多的煙燻 我們現在看到煙燻的煙燻 煙燻到煙燻 煙燻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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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巧克力 coding 懂得很直接 追求人工 奔担保